据说这道题只有智商达到250以上的才能给出答案 我们来看一下题目的要求 4加1等于1 在只移动一根火柴的情况下 使这个等式成立 现在4加1等于5 很明显这边是一个1 这是不成立的 那么怎么样去移动一根火柴棍 使这个等式成立呢 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4加1等于5 这边这个1的话一共只有两根火柴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你不管怎么去移动这边 它也不可能变成一个5出来 所以说在这边等式的右边 是没有办法移动的 那么咱们再来看左边 左边的话呢 你看4加1等于5 那么我们右边不动 那么这里是一个1 这里是一个4 那怎么样才能够变成1呢 有的人说我把这个中间这个拿掉 让它变成减号 那么4要减掉一个3 它才能够变成一个什么 变成一个1 但是现在你把这个放到这边的话 4减7的话呢 它是负3 对不对 那这个很明显也不是对的 好 那么这样的话呢 想要把这里的两个 想要把这个1呢 变成3的话呢 也是没有办法的 那么再来看这个4 那么什么情况下 让它加1得1呢 哎 我们想到了一个办法 0加1是不是得1 那么我现在想到呢 可能只有啊 把这一根火柴棍呢 移到这个上面来 把它变成一个0 那么0加1呢 它是等于1的 那这样的话 这个等式是成立的 但是有老铁说了 他说你这个地方啊 把它变成0 不符合要求 因为按照我们这个火柴棍组成的数字啊 那这个地方应该0是要这个样子的啊 应该是要由6根火柴棍组成的 它才是一个0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感觉就没有办法了 来 那么怎么样 才能让4加1等于1 在移动一根的情况下啊 让它等式成立 你们有没有好的办法